在地人擊退超皮的牛排吃到飽 一個人只要280人就可以吃到沙朗牛排 還有蜘蛛爸吃到飽 包括有炸物、熱湯、小菜、炒吐司、飲料、冰淇淋 通通都可以無限吃到飽 五分熟 現在熟度剛剛好 有一點點粉嫩的感覺 肉很好吃耶 肉汁一直這樣 不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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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飽出來 好好吃好好吃 這好好吃 我可以再一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那女生KEE 歡迎收看KEE的今天吃回本 今天來挑戰的是在地人擊退超皮的牛排吃到飽 一個人只要280人就可以吃到沙朗牛排 還有蜘蛛爸吃到飽 包括有炸物、熱湯、小菜、炒吐司、飲料、冰淇淋 通通都可以無限吃到飽 聽起來感覺蠻划算的 但是它時間也相對短一些些 限時是70分鐘 但是不收服務費 以這個價格來說 應該輕盡鬆鬆就可以吃回本了吧 應該吧 加油 相信自己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也記得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還沒訂閱 記得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訂閱一下 好了嗎 那我們就出發囉 GOGO 吃牛排囉 現在已經進來了 那你進來呢 我們就先點了排餐 這裡的排餐啊 非常的便宜喔 280元可以吃到特級沙朗 像我面前的這個就是沙朗 麵的話也跟一般的麵不太一樣 它用的是油麵 然後是比較細一點的 還有一顆蛋 這邊還有洋蔥 其實我覺得它肉蠻大塊的 我看了一下它的評價 大家都說它這裡的牛排非常好吃 好吃到就是超越蜘蛛吧 蜘蛛飯反而是陪襯 那阿翔點的這一個是 菲利牛排一份420元 我覺得它這裡有蠻貼心的地方是 它會先問你說 你有沒有想要吃麵 你如果不想要吃麵的話 可以跟阿翔一樣 就是可以把它換成蛋 不過因為它真的是上牛排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真的來不及吃蜘蛛吧 我們就直接先吃牛排吧 點的是5分熟 現在熟度剛剛好 有一點點粉嫩的感覺 喔這很好吃耶 吃得出來 它會一般的那種特製牛排鋪掉 蠻嫩的 然後很香 喔 可以直接點5分熟 5分熟熟度剛好也不會太老 而且我剛好這一塊 感覺起來沒有什麼雞 精的地方不多 很漂亮 它的這個嫩度很好 麵的量我覺得蠻多 真的是蠻多的 你看 燙喔燙喔燙 它的油麵再加上這個黑胡椒蘑菇醬 吃起來的感覺有點像那個 早餐店的鐵板麵 早餐店的鐵板麵 最好吃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它現在真的好吃 我們來看看阿翔的好不好吃 阿翔是加鹽派的 切起來是很嫩的 超好吃 是軟嫩的你知道嗎 加鹽之後那個原味直接這樣 嗯 可以直接上菲力 又軟嫩然後牛味又足夠 肉汁一直這樣 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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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飽出來 好好吃好好吃 這好好吃 我可以再一塊 來試吃看阿翔說很好吃的 菲力 菲力比較很嫩 但我覺得如果你怕太深 你不敢吃的話 你也可以點七分熟 我覺得他們這邊蠻準的 他說五分熟 說來就真的也是五分熟 麵真的是有點多喔 以牛排吃到飽的排餐來說 它是算非常大份耶 而且它排餐真的會讓你忘記 這就罷了 這好好吃喔 五分熟真的很嫩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太深會有味道 但我覺得它五分熟 不會有那個可怕的味道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你們下大魚排吃的地鐵啦 今天家人樂情招待我們小蛋糕跟水果 而且這個好像是剛吃杜巴上面沒有 沒有看到 謝謝謝謝 洋蔥也很搭耶 吃到後面覺得很解開 我覺得沒看到三色豆就要先給他一些鼓勵 對耶 他用洋蔥把三色豆換掉了 好的我的排餐也差不多結束喔 我意思說他排餐份量是有的 吃完了大概五六分熟 如果你是很怕吃排餐就會吃飽的人 可以跟阿翔一樣就是換兩顆蛋 我覺得應該沒有那麼飽 阿翔現在也吃完了 而且飽不在乎 四分飽 我可以讓他一塊牛排 因為你沒有加麵 所以純吃飯的話就不會那麼飽 沒有沒錯 就可以魚粒吃蜘蛛吧 好那我們去拿一些蜘蛛吧 我們去再吃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邊呢 蜘蛛吧的地方 算是比一般我們小時候吃的那種牛排吃到飽 再多一些些 但你要說跟我家或貴族的那種牛排吃到飽的品項比起來 他又少一點 大概二十樣左右 相對來說 價格比較低 品項也少一點 各類型 該有的都有 比方說是炸物阿 或是小菜阿 或是飲料霸阿 或是湯品等等 但是就是一兩樣一兩三樣這樣 霸屋區有三樣 我三樣都拿了 但他沒有特別寫說是什麼 我在菜他應該是花枝碗 甜不辣跟地瓜球 這個地瓜球 我們看起來跟一般的地瓜球不太一樣 然後湯品的話 他有要燉排骨 另外呢 小菜的部分 我也是三樣都拿了 我拿了毛豆 花生 還有鹹鹹 先來吃吃看他的炸物如何 其實他炸的蠻漂亮的 不過因為現在是離風時間 所以其實他的炸物阿 比較沒有人拿 他放一段時間會比較涼一點 如果大家想要吃到熱騰騰的話 建議就是他當開門 或是比較熱門的時段 比方像午餐或晚餐的時間來吃 可能會比較 口感好會接 他味道還不錯 是涼的一點 來喝一口湯 現在潤排骨是比較甜一點點的 如果想要喝熱湯的話 這個還不錯 而且我發現喔 他的叫潤排骨裡面 超級多排骨 一多到想要裝幾塊都沒有問題 幾乎都蠻有肉的 肉很嫩 來吃這個甜不辣 他上面撒了一些胡椒粉 不太鹹 淡淡的味 因為涼掉了 所以我覺得炸物區的口感 外皮都有稍微被影響 是比較硬比較絞勁的那一種 最好奇的這個黑黑的到底是什麼 真的是地瓜球 他外皮是紙地瓜裡面包的是黃地瓜 地瓜球很好吃耶 地瓜球他即便涼掉了之後 口感還是QQ的 即便是離風時間拿 我覺得地瓜球都可以拿 地瓜球的味道我喜歡 然後飲料區的話 他有冷飲有熱飲 然後冷飲的選擇稍微多一些 飲料的話我拿蜂蜜水 我想說清淡淡淡的 這樣可以吃比較多 蜂蜜水好喝耶 淡淡的還蠻香的 我想感覺拿很多耶 拿了什麼 兩片吐司醃漬物 然後沙拉 然後還有炸物 換個湯 我阿翔拿的這一個是味噌湯 這個也是牛排吃到飽裡面 蠻少見的 湯的部分就有三個 然後我比較好奇的是 它麵包是不是有很多種沾醬? 有四五種 那你拿的是 香蒜跟巧克力 這裡的烤箱其實很多台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烤的話 完全不用搶 也是很夠烤的 想像得到啦 蠻好吃的 但如果有那個餐包的話 大概280 沒什麼好看 其實280就算是一般外面不點排餐 它可能也不見得要給你吃豬肉 對啊你不給我都沒關係 一般的280可能 如果是吃到砂浪等級 它可能只會給你玉米濃湯 跟爆米花 可樂 280哪吃得到砂浪等級 但其實我覺得啊 在這種吃到飽那邊 提供的烤土石 只要有到一般早餐店 好吃的等級就可以了 可以有 那你吃吃看沙拉 那它這裡的沙拉配料算多嗎? 一般一般 不過它有個很特別的東西 苦瓜 不要再說我挑食了 我是吃苦瓜的 這裡的老闆呢 可能希望大家不要挑食 很脆 很新鮮 不會有苦嗎? 會 一點點 沒有放很久的感覺 沙拉不錯 大家多吃一點菜 這個味道 很像我當兵的時候喝到 基本上一模一樣 對,你沒當兵 對,我沒當兵 其實那種會讓很多沒當兵的人 無法意味 那味噌味沒有到很重 但是豆腐很多塊很多塊 這蠻好喝的 繼續來吃 它排骨很好吃 但是不好啃 大家要啃的話 我覺得沒有辦法美美的啃 就只能 來吃吃看小菜 可以來吃口刀 苦豆可以拿 它很脆 蠻入味的 調味的話我覺得偏清淡 鹹度大概落在6-7分 來吃黑胡椒毛豆 毛豆的話 我覺得它口感算是很清脆 可是你如果要以鹹度來說 它也是偏淡 就看你自己本身有沒有愛 它是那種黑胡椒味淡淡的 但是它也是入味 就是比較淡一些 但它也有個好處啦 通常這樣的毛豆比較耐吃 觀眾吼 我也很快就吃你了 但我覺得脆度可以 來吃小時候很愛吃的鹹鹹 久違的味道 我以前可以吃一大盤 我也是 有人也是嘛 小時候真的很常吃這種鹹鹹 很好吃的 而且這種鹹鹹其實我覺得它超下飯 這個配飯的時候我可以吃炒鍋 我覺得愛吃鹹鹹的人可以拿 鹹鹹呢 夠入味 夠香 只是它不是辣的那一種 辣度我覺得大概微辣 小菜也吃完啦 再吃看有什麼好吃的 來吃吃看 剛剛又發現了兩樣 右邊這個是玉米濃湯 它旁邊還有麵包丁 你可以自己加 然後也可以撒一些黑胡椒上去 然後另外呢 它還有一些小餅乾零食可以吃 總共有四樣 四樣我都拿來幫大家吃吃看 而且我發現它餅乾好的地方是啊 它是用全蜜蜂的方式去收納 不會是說開放式放在桌子上 讓大家拿 這樣很快會輪去 我們先來喝喝看玉米濃湯 我剛剛原本啊想說要幫大家吃吃看 這裡的紅燒牛腩配飯 它好像不一定每一次都一樣 如果有來這邊吃過紅燒牛腩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好不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它麵包塊吃起來有點像銀絲捲 就有銀絲捲即時感 脆脆的 玉米濃湯的部分很濃稠 喝起來完全不吸 奶味很重 蠻好喝的 玉米濃湯我就可以拿 德娜的程度超越剛剛吃的那個藥燉牌 而且它的小餅乾 塔比娜德州薯條 番茄口味呢 真的一模一樣 就是那個 然後蠻脆的 吃餅乾的時候最怕它淪體 它沒有淪體 棉花糖跟海苔餅乾也都好吃 因為它保存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餅乾是還不錯 這一輪也吃完了 我再去看看下一輪可以拿什麼 跟大家分享 阿翔你在忙吃嗎 我在做鹹飯 你在這條小時候愛吃的那種飯 對啊 我小時候就會把它剃出來 想說差一點黑胡椒 8歲的時候 8歲的時候就有一次感到 8歲的時候大概這樣 而且真的是小時候我在吃的人都知道 而且它真的是配白飯最好吃 這邊可以感受到那個 鹹鹹的自由 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容我稱你為吃回本王 沒有沒有 不要害我 小時候都會這樣 鹹鹹的那個醬啊 下去白飯之後應該很讚 真的喔 它白飯有多感怎麼樣 它煮超好 它煮得比很多那種 鐵板的到便點的白飯還好 有種夢回8歲的感覺 如果大家來啊 然後發現沒有可以配飯的話 這個還蠻適合配飯 我拿了水果 還有拿了一杯熱飲 特別是西瓜 紅紅果 還有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牛奶的話 我覺得比起來 剛剛的蜂蜜水比較好喝 它這裡的巧克力牛奶 奶味比較淡一些 比較稀一點 來吃吃看西瓜 它西瓜好甜喔 它的西瓜很好吃 而且即便離風時間 它西瓜也補超滿 可以把它當西瓜吃到飽來吃 紅紅果也蠻甜的耶 店家招待的部分 阿翔呢 吃完了 最後一口 謝謝招待 天氣厲害 剛剛那一整盤說過 你不然吃完 夢吃了 沒有很飽嗎 我覺得那個有點緊繃 還好 剛剛不是加麵 是加蛋 最後呢 我拿了冰淇淋來吃 它這裡的冰淇淋呢 有附甜筒 冰淇淋的選擇 總共有四種不同的口味 我挑的這個是 香草巧克力 但它沒有特別寫說 它是哪個牌子的 蠻好吃的 就是小時候吃牛排館 最後會吃那個冰淇淋的感覺 天洞也很蠢 好啦 那我就慢慢享用我的冰淇淋 等一下出去再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心得吧 好的 吃完出來啦 那今天吃下來的心得呢 我覺得 280元的牛排來說 它其實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再加上呢 它有提供自助吧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是在意牛排 比在意自助吧多的人 你很適合來這裡吃 它這裡的自助吧選擇沒有到很多樣 但是我覺得各類型它該有的都有 有幾樣比較印象深刻跟大家分享 可以優先先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它玉米濃湯蠻好喝的 而且我覺得它是料多實在的 同時呢 喝起來又是很濃稠 奶味很重的 愛喝玉米濃湯的話 這一道一定要拿 那再來小菜的部分呢 鹹鹹很好吃 毛豆其實也不錯 但是它小菜基本上調味都屬於 偏淡一些的 那炸物的話 我覺得你如果是尖峰時間來 三樣都可以拿 那你如果是跟我一樣 離封時間來 可能冷掉之後 口感會有差 那我就建議你拿地瓜球就好 因為地瓜球呢 時間放長一點涼掉 它口感還是蠻Q蠻好吃的 另外呢 我覺得它的冰淇淋跟餅乾 也都還不錯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那阿翔呢 你今天吃下來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 我覺得驚險不錯 其他的話 我覺得一般啦 但是我的心情就是有就好 因為真的很便宜啊 等於是送你耶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留言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訂閱一下喔 或許有帶一條家的三次電視影片 打開小鈴鐺 在這部影片的話 先通知啊 那如果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動態呢 也歡迎大家支持小鈴鐺 記得按讚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下一集想看我去吃哪一間吃到飽 請下留言推薦喔 阿翔呢 掰掰 我覺得現在吃吃到飽的感覺 有點像是有一集去台東 吃一些飯店吃到飽 我跟你講那一間風雨超爆大 你在吃的時候 然後我剛好又坐在那個窗邊 我後面呢 就是一直在閃電打滷這樣 好像是水木 對 水木 可是現在的風雨我覺得 差不多 差不多滿大 而且我一直這樣 呼呼呼的聲音